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一英文一起讀 直接先把这个新闻的内容大概说给你听 总是Taylor Swift 你认识他吧 Taylor Swift 现在应该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女歌手 我不认为有任何的人声势是可以超过她的 非常厉害 有一些她的过去的历史 我也觉得蛮佩服的 就是她能够去把唱片公司也给打倒 因为她以前的经纪人还是唱片公司 剥削歌手什么这些 她很厉害 她竟然用她的方式把她的一些旧歌拿去重新灌录 然后重新上架 然后反正可能音质还比以前的好 因为录的品质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样子 所以她藉由这个方式来去把她的 生产出来的音乐的主导权拿回在手上 我觉得她在这方面是很厉害的一个艺人 好 现在这个新闻倒不是在讲这个 在讲的是她总之出了新专辑 是不是新专辑 总之她要演唱会 演唱会在国外是有个网站叫做Ticketmaster Ticket就票 Master是主人很厉害的人 Ticketmaster是一个网站卖票的 就像我们台湾有什么年代售票还是之类的 这种售票公司 Ticketmaster很早以前就有了 我20 30年前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 我就已经听过这个东西了其实 30年或许太久了 但至少20年一定有 可是就Taylor Swift她的票卖的实在太好了 好到这个网站就当机了 当机之后很多人似乎是没买到票 然后她现在就在那边 她就干掉了 那也合理了 你都答应我 你会卖好 你答应我你的系统没问题 你的机器一定很OK 结果竟然当机卖 很多人买不到 我们台湾是不是也常发生这种事情 有时候会听人家说什么 跑到S7的那一台叫什么东西 iBone 结果好像也会有那种机器当机的状况 我们多半就认了 然后就一直试一直试到成功为止 可是对这个外国人来说 可能就What the heck 然后就不爽了这样子 所以他这里说 这个fiasco was excruciating for me 马上两个字就可以学fiasco 什么是fiasco 简单来说就是很完整 很彻底的一个失败 所以这个ticketmaster的fiasco 就是它的一个complete failure 特别是这个fiasco 非常的丢人的时候 so especially a ludicrous or a humiliating failure ok so that's a fiasco 等一下会看到一个字跟fiasco 基本上差不多就是debacle 所以我先给你看debacle 所以一个很突然的 并且是非常丢脸的一个failure 这边还有一个字叫做ignominious ignominious 丢脸的 deserving or causing public disgrace or shame ignominious ok 这个字其实蛮少见的 我对我来说也蛮深 蛮深知的 so a sudden and ignominious failure a fiasco that's the definition of a debacle 等一下就会看到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往下来看一下 他这边又说些什么东西 来吧 总之他就礼拜五就说了 他说了 Taylor Swift spoke out Friday about the ticketing debacle that took place this week there we go 所以这里有个ticketing的debacle 很丢脸的 humiliating的 那他发生于这一周 took place this week took place就是take place 就是发生其实 那很多的粉丝买不到票 as many fans were unable to purchase tickets for her upcoming tour 所以他的upcoming tour 他接近要发生的这个巡回演唱 在Ticketmaster这个地方 好我们来看他怎么骂人的 他的口气 你知道他听起来就很生气 可是他还是没有用张字 当然不可以 对不对 还是玉女形象维护的 所以他开头说了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I'm extremely protective of my fans 我觉得你只要拿粉丝出来 然后你说我很保护我的粉丝 粉丝听的都是很开心的 所以这边有个片名叫 it goes without saying 就是什么什么事情是不用说的 所以不需要说 我当然是保护粉丝 所以这边这个 it goes without saying 就是不用说我一定是怎样 所以这个句子 很常看得到外国人在使用 so it goes without saying 就不用说我一定是保护粉丝 I'm extremely protective of my fans extremely ok 极度的 protective很保护 保护fans 那他接下去说 It's really difficult for me to trust an outside entity with these relationships and loyalties and excruciating for me to just watch mistakes happen with no recourse 所以现在 现在很艰难 对我来说这很艰难 It's really difficult for me 什么是很艰难呢 后面的to结下去 所以你知道这是那种虚注式的句子 所以这个to不定词 才是他真正的主持 所以相信一个外面的单位 就外在单位 所以我刚刚说 Ticketmaster是一个售票单位 所以Taylor Swift没有自己架伺服器 来自己卖自己的票 他是透过Ticketmaster来卖票 他相信他 结果他竟然搞烂掉了 Right So to trust an outside entity Entity就有像单位之类的意思 一个单位 一个存在的体 就叫做Entity T跟Entity Anyway 所以他相信了一个outside entity with these relationships 所以他跟他们这些卖票单位 有这些关系 以及还有loyalties 忠诚度什么这些的 事实上loyalties这个词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对不起 那是royalty 我讲说royalty free是没有版权的音乐 所以royalty这个词除了皇家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是有版权 那loyalties不管了 来 然后对他来说也是很excruciating 刚才看过 我刚好像没讲到这个词 他讲的就是很痛 所以excruciate 其实就已经有疼痛的含义在里面 不过他常常还是跟痛这个词会走在一起 所以通常我们讲到excruciating 下一个字你又想一定得塞一个名词给他的话 大家二话不说一定是塞pain OK excruciating pain 是很常见的一个collocation 就把它记起来 好 所以excruciating for me to just watch mistakes happen 所以对我来说真的很痛 就能看着这些错误发生 而还没有任何的帮忙 with no recourse 所以recourse这个字 也算是一个小声字 所以a source of help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that's a recourse OK 所以这样子发生中 我也不知道ticketmaster做了什么 他临时加伺服器可能也来不及 他们也不是算是真正的高科技公司 所以他当然是怪他咯 so swift blamed ticketmaster for the snafu 所以这个字很酷 就snafu 我最近看到这个字 是在那个应集 那个应集叫做雨伞学院 山学院 其中的角色讲了这个字 我听到一卡了一下 我不认识这个字 结果我找了一下 发现是我很久很久以前就知道这个字了 只是他好像被纳入字典之后 换了一个意思 好 我先讲一个 我最早认识他 他其实是一个acronym 缩写起来的 所以snafu 各是一个字拆开来的话 这样子 拆开来是什么呢 我就这边给你看一下 他叫做我这里没打出来 还没关系 所以拆开来就是situationnormal 所以s跟n是situationnormal 我再补一下他的背景 这个好像是来自军队的 ok situationnormal就是现在状况一切正常 什么叫状况一切正常 所以他其实有个冒号 冒号之后就是afu afu是什么呢 all fucked up ok 所以我们现在状况一切正常 而我们所谓的状况正常 就是现在的一切都已经都是搞砸的状态 这样子 所以这其实是个蛮玩笑的一个东西 situationnormal all fucked up 所以一切都搞砸了 这个situation是正常的 ok 那字典纳进去之后 我真的刚才google了一下下 发现牛津字典说 snap you现在变成是 a confused or chaotic state or basically a mess 跟下面意思事实上也没有说 差多远 只是下面这个字其实算是个笑话 ok it's a joke ok situation when things are all fucked up how can you call that a normal situation 可这就是笑 好笑的地方 I'm over explaining it don't you think 好了我相信 我懂得已经懂了 所以总之taylor swift就怪ticketmaster for the snafu 然后他还特别说了 noting that there were a multitude of reasons why people had such a hard time gitting tickets 所以好多理由 就是人们为什么买不到票 买不到票 事实上理由很多了 所以可能就是ticketmaster 他这边不知道 就是他的网站上 可能各种不同的交通阻塞 我再把它读下去 so i'm not going to make excuses for anyone because we asked them multiple times if they could handle this kind of demand 所以他并不是要替任何人找借口 所以他没有要替ticketmaster找借口 意思是 所以简单来说 taylor swift他的态度就是 老娘不背这一锅 真的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I'm not going to make excuses for anyone 所以我不会替任何人找借口 因为 因为什么呢 because we asked them we是谁 taylor swift这一方 them是谁 ticketmaster这一方 so we asked them ask them what 问了什么呢 问了好几次 他还强调斗点斗点 multiple times because we asked them multiple times ask what 所以斗点后接下去 if they could handle this kind of demand 所以问了他们 他们是不是能够 handle这样子的 需求 据了解好像真的几百万人同时去订票 就订不到 几百万人一定起报 这样子 然后现在斗点后就 and we were assured they could 所以我们有被担保 他们真的可以handle这样的demand 结果没办法这样子 so it's truly amazing that 2.4 million people got tickets but it really pisses me off that a lot of them feel like they went through several bear attacks to get them 还懂得开玩笑 所以下一句他说的 那这边也有点替换夹了 OK替Ticketmaster换夹 怎么说呢 因为他这边说 it's truly amazing that 2.4 million people got tickets 所以240万人买到了票 其实真的是很amazing的 因为他上架没多久 就卖了这么多张 那就卖了240万张才当掉 其实也蛮厉害的 所以他就 it's truly amazing that this many people got tickets 但是我还是很生气 因为很多人怎么买到票的人 他们的感受 这个购票的体验 仿佛是经历了好几次的熊的攻击 所以被熊攻击了好几次才买到票 so but it really pisses me off 所以这里有个词叫piss off prss这个词基本上是尿尿 加个off难道是尿尿吗 就不是 piss off变成是生气 OK 不要说我生气 don't piss me off 大概是这样 so she got really pissed off 所以他就说it really pisses me off 所以这真的很让我生气 那用that接下去 that a lot of them feel like they went through several bear attacks 所以that后面接着就是子具 所以很多人很多买票的人 感觉他们像是 就是走过了好几个 经历了好几个bear attacks 刚说的凶的攻击 为了来买到票 to get them OK 所以他还强调 他会试着来figure out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去进步它 就从现在开始往前走 我们需要去figure out 怎么不要再犯同样的错 so she added that she would try to figure out how this situation can be improved moving forward OK 大家听得懂 好了 下面大概就是稍微解释了一下下 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总之 跟我们刚讲差不多 就是这个ticketmaster 没有在load 然后不能买 那甚至我觉得更扯的一个东西是 它其实有一个pre-sale code for verified fans 也就是说 你其实可以先去网站登记成 你是一个verified fan verified就经过核实的 OK 所以经过认证的粉丝 所以你可以先 就是把你的身份先去网站上认证就是了 那认证之后呢 他就知道你不是机器人 所以你就就是杜绝黄牛的一种概念 OK 所以你如果是一个verified fan 你是可以比较快买到票的 可是即便如此 我觉得真的很夸张 就他这边下面有写 他的这个pre-s 他的verified fan 竟然高达350万 OK 所以你看这边就有看到 所以他没有办法 The ticketmaster couldn't handle the enormous demand So as more than 3.5 million people pre-registered to be a Swift verified fan OK 所以350万人就 总之去登记成了 Taylor Swift的这个 经过认证的粉丝 所以真的是300多万人想要去买那个票 然后200多万人买得到 买到了 那是不是还100万人买不到 I don't know Probably 所以总之这个是最大的一个 公司历史中最大一次的registration 好扯 真的 真的好扯 你想象一下好了 一张票 眼上换一张票 我觉得不太可能几十块 或许是100块弃掉 我们就干脆average 存一张票100块好了 所以如果200万人买到票 200万加两个零 就是两亿 对不对 所以他光是卖这些票 就两亿美金就入账 就眼上会巡回 巡回这样子 真的太屌了 好了 这我只能说很厉害 OK 这个Taylor Swift Good for you 好 讲到这里差不多了 我觉得今天这里内容也够了 蛮多 我觉得蛮有趣的字 Fiasco Debuckle 然后刚刚的Snafu 我觉得是很棒的字 好 学一下下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